好的啊 我们今天开始学两首非常简单的小诗 这首诗大家有可能学过是吧 鹅鹅鹅谁会谁会背啊 哎来背一下试试来背一下试试鹅鹅来 啊鹅鹅 我我我去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波金波 啊明俊很厉害啊 这个学过是吧 过冰王鹅鹅鹅吃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波金波 哦你也会啊明俊是吧 你们是爸爸还是妈妈教的有闲事 真好 谁教给你的 本来就会的嘛 本来就会的那谁教的呀 好 就是看到的嘛 啊就是自己看 哦 ok 好所以说这个诗很简单是吧 就讲鹅的事嘛是吧 就鹅呀是吧 一只鹅取向向天歌就弯着脖子啊 在那唱歌是吧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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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白毛浮绿水是吧 在水上浮着是白的一只大白鹅是吧 红掌波轻波那个 那个长在那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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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是吧 所以很简单一首诗啊 但是这个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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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吃象象天歌 白毛虎绿水 虹象象天歌 大鹅 鹅吃象象天歌 白毛虎绿水 虹象象天歌 新加坡有鹅吗 好像没有鹅 上海有鹅对吗 上海有鹅吗 新加坡有鹅 有鹅 有天鹅 天鹅可能要去植物园才能找到是吧 植物园好像有 好 好像我没在想我没有见过真正的那种大白鹅 好像没见过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种小诗鹅 好像去上厕所 是什么 去上厕所 去吧去吧去吧没事没事 我们这个等你回来 趋向天歌白毛虎绿水红掌波轻波 我看能不能把新大鹅叫过来 光大有同学 新大鹅 好 好 今天不想听 我没办法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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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鹅后 好 好 等那个咱们 情剧回来啊 咱们去看下一首诗 你看 这首诗是什么啊 我觉得在下方有黄梨是吧 在见过黄梨是吧 有黄鸟是吧 大叫那种 还有白鹿啊 这两种鸟 对吧 黄梨和白鹿是吧 那么这首诗呢 是杜甫的叫绝句 两个黄梨 鸣翠柳 什么意思 两个黄梨鸣翠柳 一行白鹿上青天 川行西岭天秋寿 门泊动物万里川 好厉害啊 是吧 大概是讲什么意思呢 就两个黄梨呢 在那个非常翠绿的柳树里边 啊 叫是吧 一行白鹿啊 白鹿它们飞的时候是排成很难的 这个飞得很高 上青天 是吧 川寒西岭千秋雪 你从川岭看出去呢 是这个西岭呢 是这个闽山实际的 所以说这个山高的话 就会有积雪 是吧 所以说呢 如果你从川岭看出去呢 就看到西岭的这种积雪 门泊东吴 门泊东吴万里川 那么门口呢 这个水上呢 有什么呢 从东吴来的 这个远方来的床 所以这个绝句啊 这个底下 哎 这个是一幅画 是吧 你看 这是一只黄梨啊 这个草炉里边有一个人 往下看啊 看 两个黄梨鸣翠柳 一行白鹿上青天 是吧 这边是一首诗 这个是书法 两个黄梨鸣翠柳 一行白鹿上青天 窗寒西岭千秋雪 门泊东吴万里川 所以说呢 他描述的是什么景象呢 一个是小动物 是吧 你看 两个黄梨 一行白鹿 然后是景象 西岭千秋雪 东吴万里川 这个非常大气的诗诗 对吧 我们等这个明俊上次所回来 好像他这个去上次 有点慢 没关系 我们先读一遍啊 等他回来 我再教一遍啊 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吧 好不好 来 两个黄梨鸣翠柳 两个黄梨鸣翠柳 一行白鹿上青天 门泊东吴万里川 窗寒西岭千秋雪 门泊东吴万里川 这首诗非常的 意境非常美 是吧 有小动物 也有这个非常好的景色 对吧 我们每个人都读一下吧 好不好 妙玉你要不要先读 先开始啊 来 你读一遍 好 很有感情啊 凯阳来试一下好不好 凯阳来试一下 凯阳试一下来 两个黄梨鸣翠柳 两个黄梨鸣翠柳 好像你这个声音没有爱听到啊 这个把它给这个 对好 继续开始 两个黄梨鸣翠柳 两个黄梨鸣翠柳 一行白鹿上青天 门寒西岭千秋雪 门泊东吴万里川 好的 伍杰来试一下好不好 我们来读一下试试好不好 好 来 两个黄梨鸣翠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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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刚才是没有听到是吧 我讲一遍 两个黄梨鸣翠柳 一行白鹿上青天 两个黄梨鸣翠柳 一行白鹿上青天 对 窗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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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 西岭千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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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秋雪 千秋雪 门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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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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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一行 是吧 两个黄梨 一行白鹿 明翠柳 对什么呢 上青天 是吧 窗寒 对门泊 西岭对东吴 千秋雪 对万里传 谁说呢 这个诗词呢 是对账的 是吧 你看 都是对应的是吧 两个黄梨鸣翠柳 一行白鹿 哎 上青天 窗寒 窗寒 西岭千秋雪 门泊 东吴万里 这个 我们一起再来动一遍好不好 一起做一遍好不好 大家一起做一遍啊 绝具杜甫啊 两个黄梨 两个黄梨 一行白鹿 上青 两个黄梨 明翠柳 一行白鹿 上青 一行白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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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上青 我再给大家领读一下 大家可以再试一下 绝句 两个黄梨 风大有快过来 我的课已经上了一半了 两个黄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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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明翠阳 夜寒白露上星天 天寒心里天秋雪 能活动 万里传 万里传 大家好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景象是吧 你看 你早上请 这个黄梨在那 看到他的叫是吧 然后这个打开窗户一看 白露 这个推的很高是吧 然后呢 这个窗外呢 远看呢 远眺下呢 是这个闽山的 这个有雪 然后呢 下面的河里面呢 是从很远地方 东吴来的船 对吧 这个景象 你想象一下 对吧 好的 两个黄梨 明翠柳 一行白露 上下 方寒西岭 千清雪 门国 东吴 万里 好 我们现在今天准备呢 复习一下我们的论语了 我们的论语是讲了一些了 但是呢 可能大家不见得 都有这个复习是吧 你看这是谁呢 就是孔子 孔老先生 对吧 你看 这个我们以前说的这个做法 这个中华民族的主带的这个 宇宇是做一是吧 这样 传一啊 传一这样的 是吧 这个宇宇在这儿做一其实 那么这边讲什么呢 至圣孔子 得对天地 道观金主 圣明未有万事之师 他是非常牛的一个人 是吧 是我们中国第一个私人教书的老师 比如说 封老师 现在教你们上课是吧 那 土中是谁呢 他 他第一个开私学的人 山东省 军府县人 这个 孔子 非常的牛的一个人 万圣之师 万事之师 万事师表啊 好 那么孔子啊 这个论语呢 有很多 我们是讲过了 大概去年是讲了八条 我今天会给大家读习一下 好吧 还记得吗 好 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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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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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一条开始 一条开始 我再讲一下稍微 这说呢 你学了新的知识 比如说今天学了这个 儿 学了这个 穿寒千里雪要复习 学而实习之 学了新的东西经常复习 这个事情非常的愉悦 如果有别人从远方来 那么有的时候 别人不理天女都不生气 孕就是这个意思 人不知而不孕 好的 我们再续一遍 来 子曰 曰 之而实习之 不义悦乎 有藏字远方来 不义乐乎 人不知而不孕 妙玉你熟了一本论语是吧 有本论语啊 好厉害啊 子曰 好这第一条是吧 我们讲完了 有此约 有此约 其为人也孝地 而好犯战者 贤地不好犯战而好犯战者 费之有言 君子 无本 无本力而道 孝地也种 以为人 有本论语 就是说什么呢 如果人要孝替 这是做人的一个根本 是吧 就是对父母啊 对自己的兄弟姐妹呢 要这个爱他们 对吧 爱他们啊 比如说明镜和妙玉 你们俩互相亲相爱 对吧 兄弟姐妹要相亲相爱 那如果说呢 你对父母 对自己的兄弟姐妹 相亲相爱的话 那么这是人之本呀 他 怎么想掉 对这个 人者爱人 爱人从哪开始呢 从爱自己的爸爸妈妈开始 是吧 爱自己的兄弟姐妹开始 对不对 好的 你再来读一下 来一起读一下 有此约 你为人也孝替 而后犯上者 嫌疑 不犯上 而后犯者 心子物本 本利而造 孝替者 孝替有主 孝替啊 孝替 爱父母 爱父母 人之 孝替 孝替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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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替人之 孝替 没关系 这个愿复杂 大家记不住也没关系 这个第一条要记住啊 学而实习之不亦悦乎 有捧姐妹来不亦乐乎 时而实学之不亦悦乎 对 第一条要记住的啊 有 我都已经 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不知 而不愿 不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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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东西 对吧 愿就是生气的意思 别人不理解你呢 你也不生气 孝替 孝替 来我们再复习三四五六好吗 我们我看今天不见得要讲太多 三四五六就好了 太多的话我们记住啊 子替 这一句调言令色 言计论 挑言令色的这个调言不许 调言盲语啊 就是说呢 做人呢要保持你的天真 不要去朝外言调语 好简直 好 紫曰 少年映射 仙女人 好的 那我们在这下一段啊 下一条 然后下面是曾子说的 不是这个孔子 刚才说 紫曰 不是孔子说的 孔子说的 这个比较重要啊 所以我要讲一下 这条我要讲一下 曾子说什么呢 我每天呢 为人谋 而不 专谷 专谷 与朋友 高而不幸 长死 他就这么说什么呢 就是我每天要反省自己 想一想呢 我今天干了什么事 是吧 那么 我干别的事呢 中子渊 五日三行 为人谋 而不 我学的生意 又不习 是吧 专谷 对 但是说做生做人 不习 不习 做人的这个 标准 为人谋 专谷 要信 还要习 好 我们再读一下一起好吧 甥子曰 甥子曰 为人谋 而不 忠谷 专谷 专谷 朋友 专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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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不 专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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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交而不信 船不熄虎 草原律 领色 领色 好 从现在到第五条了好吧 第五条 子约 我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是讲领导国家的事了 这个叫 到千圣之国 到千圣之国 领导一个大国 千圣以前 要先说 静视而信 要有信欲 节用而爱人 别浪费 节用 爱民 使民以示 目前 我们有点表意 要征用民意的话 要跟随他们的时间 说他们在农忙的时候去承认他们 这是领导国家的 子约 到千圣之国 静视而信 节用而爱人 使民以示 大家可以试试 妙月要不要读一下试试 子约 子约 到千圣之国 静视而信 节用而爱人 使民以示 好的 我们在下一条 我们在下一条 我们今天一道 基督律头 不要太多 因为我们今天是基本上把前面六条 要人以示 咱约 弟子入则孝 疯则孝 俯刺孝 因而犯爱药而亲人 情股无力 得以穴尾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呢 灰在家呢 要爱戴父母 要谨慎 要有这个幸运 要爱人 如果你有余意的话呢 去学文化 是吧 学点文化 好 我看这个 明俊你要试一下吗 读一下这个子曰 弟子入则校 明俊读一下好不好 信 饭爱重 饭爱重 而 亲人 亲人 行有 余力 对于学文 对于学文 妙语来读一下 来读一下 I want to be the empe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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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 for me 鱼耳用力跳空 鱼耳用力跳出 鱼耳用力跳 行有余力可以修文 来 伍杰 伍杰 你要不要试一下 鱼耳用力跳空 你跟老师读吧 伍杰 伍杰 接地址 伍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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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而信 凡爱重 而听人行有余力 择余学文 很好 这个论语讲的很多是做人的道理 就是说做人基本的道理 就是说在家里呢 对父母要有爱心 要孝顺 是吧 然后呢 跟兄弟姐妹交往呢 也要有爱心 然后呢 言行谨慎 要有戏 是吧 始绝地址 入则孝 敬而信 伍爱重 始绝地址 入则孝 孤则孝 敬而信 请有余力 好 我觉得 其实这前面六条呢 我只是要求大家记住三条 这条要背过 我们来一起复习一下好吧 学而实习之 这条背过的 我下次要考的 来 大家一起读一下在 子曰 学而实习越乎 不义越乎 远自远方来 有同自远方来 人不知而不悦之 不义越乎 有同自远方来 不义乐 人不知而不远 而不日 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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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身 与朋友 交而不认 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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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我们最后呢 一起来读一下这种诗 读一下学句 来读一下 我们家课了 来学句 两个黄礼 两个黄礼名次有 一韩环六三星天 穿韩西里 千九百 门博东万里船 这么快 人家慢慢的有感情 对你看这个 妙夜就很有感情的 两个黄礼名次有 一韩白鹿上青春 白鹿上青天白鹿 穿韩西里 千秋雪 门博东吾万里船 是不是很有意境啊 你看一行白鹿上青天 一行白鹿上青天 一行白鹿上青天 窗南西里 千秋雪 门博东吾万里船 万里船 万里船 船 书湾船 万里船 对了我们再一起读一遍好吧 我们就下课了啊 两个黄礼名次 两个黄礼名次 一行白鹿上青天 穿韩西里 门博东吾万里船 门博东吾万里船 路上青天 穿韩西里 穿韩西里 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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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秋雪 千秋雪 门博东吾 门博 东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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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里船 万里船 好了 我们今天就 万里船 我们就讲 对了 我们接下课询呢 两首诗要背一下 好不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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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课要考察 我要考察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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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课了啊 好 两首诗要背过啊 记住大家要背一下 好吧 然后就背两首诗 就背过的啊 我下次要考察 两首诗 再见了啊 下次再见 下次要考察 我下次要考察